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来分享一下 蒜米炒猪肉的食谱 首先呢我们准备我们的五花肉 先去掉皮 五花肉今天我用400克 如果谁不要用五花肉 用平时用的那个瘦肉也可以 将我的五花肉切成小小片 大概这样的size OK啦 方便我们吃 好现在我们准备腌制它 一茶匙的玉米粉 一汤匙的生抽 然后将它搅拌搅拌均匀 均匀后腌制大概30分钟 现在我们来准备其他材料 一茶匙的白胡椒粒和五粒蒜米 首先将白胡椒粒捶碎它 捶到最后我们才放入我们的蒜米 今天我用五粒蒜米炒出来会比较香 好的30分钟过去了 先用中火热一热我们的油 现在呢我们先来煎一煎我们的鸡蛋 这道菜呢配鸡蛋吃是最好吃的啦 通常呢这道菜我喜欢煮在 我最懒惰煮饭的那一天啦 因为吃在同一盘里面嘛 煎好鸡蛋就放在盘 盘旁边就有白饭 非常简单的一道菜 好了过后呢用相同的锅 大概两汤匙的那个油 放入我们刚才锤打好的那些材料进去 炒到包香为止 这道菜如果有哪一天说懒惰煮饭啊 还是懒惰洗碗啊 这道菜也不错哦 可以考虑考虑煮一煮试一试这道菜 材料爆香后 我们才放入我们的五花肉 然后将它炒一炒它 炒均匀 均匀后倒入适量的水 水分不要太多 然后继续翻炒 炒到那个水滚回来为止就可以啦 OK水滚后放入一茶匙半的蚝油 一茶匙的糖 还有半茶匙的黑酱油 水不要放黑酱油也可以啊 然后继续翻炒大概五分钟 或者直到我们的猪肉熟为止就可以啦 OK好了 我们的今天蒜米炒猪肉 已经大功告成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呢 好了 记得放入我们的盘内 在这个步骤呢 所以要放那个黄瓜 或者放萝卜菜 都可以的 布置布置一下 没问题 好 大功告成 我就放了一点点香菜在上面 布置一下 不错吗 好吧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个视频呢 记得帮我按一个like 一个share 一个subscribe哦 下一集煮什么 下一集再见哟 Bye